嗨 你們今天還好嗎 那我今天很早起床 因為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開幕 也不是開幕 一個新開的市場 南門市場 按讚、訂閱、留言、開小鈴鐺 我現在才發現有日文跟韓文 還有英文 那法文呢 那也不要跟水政副保院以下要加法文 其實南門市場在1906年前裡的 一定就是長過一百多年的歷史 裡面就是有很多很多各種各樣的田 但是為什麼他很有名 首先是因為跟台北的法戰有關 還有跟日本時代有關 南門市場他其實比總法民國還要Q 這個南門市場一開始 他是一個落地一般的傳統市場 叫做潛水市場 然後現在他好像在這個地方已經38多年之類的 市政府有轉型 然後新開這個比較很漂亮 有點像百貨公司的 南門市場的特色是有很多菜 本來在台灣沒有 因為中國人來到台灣的時候 就是外甥人 他們把很多他們家鄉的菜帶來台灣 所以我們會找到一些強制菜啊 上海比如說上海松糕 還有湖州中 上海火腿 湖南等等很多很多食物 我也相信這些菜其實現在很多年輕人 沒有看過的東西 碧碗都是哪些新鮮的水果啊 生肉了生育之類的 然後一樓就是我最有心情舒適的 二樓就是哪些衣服啊精品 那這個跟歐洲很不一樣的 歐洲傳統市場也越來越少 可能夏天啊在一些城市 在外面一桌一次一個早上都會有一些市場 但是平常沒有 如果你到一些百貨公司 沒有這麼多的熟食 所以我覺得這些傳統市場 改成在有點像百貨公司一樣的 我覺得這真的很棒 好多吃的 你看喔外國人也可以 有韓文跟熱文 你看就是這個都是 如果你不想走飯 那你就可以來這邊 各種各樣的菜 有肉還有蝦子 還有種子 還有轉通的雞耶 很多東西我沒看過耶 好我們繼續玩 不要先買 我先看一下啦 後來決定要買什麼 這是什麼呢 我不是上次去拍嗎 屏蔽主角 你好 小語講好好喔 喔真的嗎 你要不要跟他們講 我國語講得很好 你好 小姐的國語講得很好喔 很棒喔 謝謝 謝謝 啊 好好帶耶 喔這是德國的 對 德國主橋 你有沒有法國主橋 沒有 啊 你是法國人耶 哈哈哈哈 啊 啊 四字橋啦 寶子千行 這家是很有名 民國三十六年 那是 三十六年 就是四十七 一九十七年的 哎呀 真的喔 什麼高頭有 啊 這個應該是核心松膏 就是搶經過太太 最愛的哪一個甜點 哪一個是最最受歡迎 哪一個最好賣的 最好賣 其實都很好賣 哈哈 好啦那我 我買一個 我買一個 對對對這個 這是裡面包紅豆的 好喔 對 這些都是一些非常傳統的台灣甜點 當然也是中國那邊的帶來的一些甜點 你看啊 好多包子喔 哎 我很早來耶 這麼早一定認很多 啊 超大了 瘦桃 母這套啊 這個裡面就是有很多一顆一顆的 都是生日的時候會鬆了 哎 還有這家啦 一九七六年 也是好久啊 也是現烤的肉耶 這個法國人很喜歡 而且如果是台灣的豬肉 你們知道了 這個是最棒的 所以味道很固醇 還有肉鬆喔 嗯 哎 是不是有人像西班牙或是歐洲的 因為我們都是在外面這樣排肉 這些錢鍋 這個不是台灣的對嗎 不是在美國的 在台灣很少 沒有堅果類 對對對沒有堅果類 對很奇怪 台灣什麼都有了 但是也沒有堅果類 就是氣候 啊氣候的關係 堅果類台灣都很少 那時候是果乾 哦果乾 對對對果乾很多 現在很好吃 對 因為台灣的水果太好了 對 新作很有名的水餅 對 這家有很多人在排隊 我看一下 對 超好吃 對 這個最有名字好像是這兩個 新加拿我應該很喜歡 我沒吃過 但是我應該很喜歡 因為我知道了裡面是包麻糬 好吧 那我來吃一個杏桃卵 因為我很少看到這個杏桃卵 哦 還有就是年菜耶 有一個年菜套餐 如果你是過年的時候 不想做菜 可以來這邊 就已經準備好了 有13套餐 真的滿方便的 你看台灣怎麼幸福 天啊 很喜歡 我的嗎 嗯 我要賣杏桃卵 因為我已經說很有名 有兩種嗎 對兩種 那這個是什麼 這是芋泥 哦是芋泥 OK 真的很多個中國洋 他們真的熟悉耶 他們真的好棒啊 什麼都有 這是控肉的 而且很Q 又肥還有肉 而且肉其實滿多的 我第一次看到 這裡面有包什麼 肉 啊是肉 然後外面就是肉 我第一次看耶 那這個呢 這個是大甲魚豆 啊這是魚豆的 對魚豆 它是甜的 台灣魚豆很好啊 肥肉超豐富的 我現在有朋友來我家吃飯 我真的不會走菜 我來這邊買就好了 這個市場的特色是 真的很像百貨公司 整個環境都很舒服 還有收工的棉喔 我們現在去看二樓有什麼 那我今天來吃一個 黃鐵炖牛肉麵 應該是他的招牌 然後一個大陸麵 六十塊 欸其實在這樣的地方 我覺得價格也還好 很合理 因為現在外面的牛肉麵 就變好貴喔 有一些是兩百多塊 欸這個也可以做一個品皮 因為我很喜歡吃牛肉麵 欸真的拍了很久了 終於到了 我很開心耶 你看吃的會令人超開心 很開心 因為我感覺會很好吃 你看大面 而且不是繼續做 這人是沒說工作的 好厲害喔 而且我喜歡看耶 我要一個 黃鐵牛肉麵 愛柵 還有一個大陸麵 兩個 然後老闆娘 你還可以給我兩個小丸 好 那聽得懂 隨意進不同的人 也要努力一點喔 好 夏子 還有點不辣 還有什麼 蛋喔 你怎麼知道 啊啊好像 好像不是 對耶 這是大陸麵 對嗎 對對對 那應該是我的 難怪台灣人喜歡 什麼都有 謝謝你 好像很好吃 好好香耶 整個味道沖起來 真的超香喔 這個牛肉 就是比較像牛肉片 另外一個 這個就是大陸麵 其實看這麼多東西 有天佛辣 還有夏子 有一個鹿蛋 你看 一個碗 鴨 這早菜真的很豐富 我先吃這個 一個早上麵 一個小番茄 我喜歡這樣吃 然後全部燉起來 我剛剛吃一個辣椒 但是好好吃 它的肉很Q 真的很Q 還有它的刀麵 刀麵真的好吃 難怪這麼多人敗對 整個超好吃 這個是一千份 不是一百份 是超過一百份的 大陸麵 以前我聽說大陸麵 我以為是中國大陸的麵 但是我覺得這早菜真的很想台灣的 因為有鹿蛋 還有蝦子 雞肉 還有它最後就放有一點像雙辣糖 所以我覺得這早菜其實超豐富的 我們來吃看看 我沒吃過 也很香 它的蝦子很鹹 很新鮮 所以你一咬下去就會 整個漢鮮的味道 包起來 好吃 還有全部來 好吃 當然啦 我最愛還是牛肉麵 它的牛肉麵 我覺得是在台北 我吃的最好吃之一 但是這個也真的很棒 很棒 因為我還有買其他的甜點 我等一下再繼續吃 但是我先吃甜點 我剛剛買兩個很傳統的東西 很特別的 它有不同口味 但是我買最傳統的 很Q很Q 它裡面又包紅豆 我想起來 我剛開始拍片的時候 我去圓山房店 去吃松糕 也是江戴城太太最喜歡的松糕 店不錯吃 今天是吃傳統市場的松糕 你看裡面就是紅豆 它不會包很多東西 再只有紅豆 所以你整個紅豆的味道 就會馬上就感覺到 然後它也不會很甜 它真的很好吃 這個真的很棒 那我想知道你們這個平常 跟什麼東西一起吃 是配合茶嗎 還是喝咖啡 我覺得這個應該很適合 高爽烏龍場 現在第二個甜點 這個我也沒吃過 然後我聽說就是這個地方 一定要買的東西 新台卵 然後它的心裡面就是QQ的一個麻糬 這個去這個名字很有意思 而且說實話 我看這個我覺得有點奇怪 是不是一種魚之類的 魚腔 後來它是生麻糬 我超開心的 這個就是北京的點心 所以有北京的點心 還有社羌的點心 這個好棒耶 這個很棒 紅棗很簡耶 剪到 剪到很好吃又煎到 你們不覺得這個有一點像檳榔嗎 我不知道麻糬其實不是很健康 但是至少有紅棗 所以可以吃很多 這個是一樣的 紅棗 然後這個是玉泥 因為平常魚泥很簡 不知道是自然還是加糖 但是你吃一些 魚泥的甜點都會很簡 但是因為紅棗 超級簡 所以他們的魚泥沒有加糖 所以一起吃我覺得很好 它會有一個BALANCE 它會就是平衡它的健度 所以它的健度是剛剛好 要喝小五茶就可以來這邊買一喝 好啦今天我在南門市場 吃的很多中國那邊 帶來的東西 上西的稻燒麵 就是牛肉麵跟大陸麵 雖然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像台灣 然後天天有吃北京 性太軟 第二個就是治強的送膏 這個都很飽 來這邊的人可以逛一逛 然後吃一點點 如果過年跟我很爛鬥 不想做菜 那你們可以來這裡 買有一些一定準備好的陶餐 可以帶回去 好 那我先繼續吃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然後我還要住南門市場 因為它一定超過一百年 所以我還希望它可以再活了一百多年 掰掰 才會可以 追到這邊 其他的陶餐 老油 好小吃 休息 喔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